第三集 野村走到店里正要坐下 发现没带钱包 他身上有学生证 但是在店里不能通用 而他的交通卡里 可能只剩下在这里喝饮料的余额 野村意识到自己吃不起饭 只好沮丧地去了学校食堂 肉果树单程徒步要五分钟 BLTQ与黑河 单程骑自行车要五分钟 移动时间都一样 但是只有BLTQ需要排队等候十分钟 从教室走到南门 再从南门走到学校要十分钟 往返BLTQ的时间加上排队时间 一共三十分钟 在食堂点餐到吃完需要十五分钟 剩下五分钟用于赶回教室 的确很不宽裕 野村去的是BLTQ 我真的是那句话后面 应该是竟然忘带钱包 如果他一开始去的是黑河或肉果树 应该马上就能回来 野村 我们的推理怎么样啊 小山与石口满脸自信地看着我 我对他们细致入微的推理 表达了最大的敬意 很遗憾 BLTQ不算本格推理 我与他们分开后 去了经常光顾的旧书店 今天我要找的是阿加沙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系列 和爱萨克阿西莫夫的黑官夫俱乐部系列 两者都是推理你很熟悉的安乐意侦探作品 我想从中挑选一种作为推理爱好会近期的课题 安乐意侦探从不亲自踏足案发现场 而是通过他人的叙述和手头的线索 推理真相 这种读物与经常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比刘子同学的遭遇 正好相反 他可能会觉得新鲜 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那两个人刚才的推理 作为推理小白 他们的行动已经超过了及格线 不仅发现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很强 而且对待谜题格外认真 作为推理爱好会的会长 能看到这样的表现自然很高兴 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可他们对推理的热情 但是 既然入会条件是解开谜题 这次只能让他们放弃 那两个人犯了几个错误 他们推测我的学生证和交通卡都与钱包分开放 但是 我的学生证实际就在钱包里 因此 今天没带来 相对的 我身上确实带了交通卡 里面还有大约900日元的余额 于是 他们认为我的余额只够喝饮料的推理 也错了 他们漏掉了一个线索 那就是说 我跑进教室时说的第一句话 倒霉死了 我之所以说倒霉死了 是因为犯的错误 不止一个 午休时间 我去的是距离正门步行五分钟的肉果树 一到店里 我就发现了第一个错误 忘带钱包了 身上虽然有交通卡 但是肉果树的套餐都要1000日元左右 我的余额不足 到此为止 都与那两个人的推理相符 但是 我没有直接回学校吃食堂 而是去了黑河 从肉果树走过去只要五分钟 我认为去那里也能及时回到学校 讽刺的是 由于一开始去的是肉果树 我没有在校门口租自行车 如果本来打算去黑河 我肯定会租车 纵而言之 我又步行五分钟到达黑河 然后发现了第二个错误 黑河是一对老夫妻闲着没事开的店 连大学教授都说 那里跟以前一模一样 没错 那里只收现金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无奈 我都忍不住叹气 他们两个跟我一样 在学校外面习惯使用现金 所以没发现这个线索 最后 我浪费了从教室走到正门的五分钟 还有往返店铺的二十分钟 又花五分钟从正门走到食堂 花十五分钟点餐吃饭 只剩下五分钟返回教室 这就是我差点迟到的真相 我揭晓答案时 那两个人都暴跳如雷 大喊 这 这谁能猜得出来呀 虽然没有得到学校批准 但推理爱好会 毕竟是个社团 不能一直只有我跟笔刘子同学两个成员 即便如此 我还是希望再过一段时间 才给推理爱好会输送新鲜血液 一旦来了新鲜血液 曾经的气氛就会改变 到时候 我所熟悉的推理爱好会 就只能留在我的记忆中 实在是没办法 就算拒绝新鲜血液 也无法回到从前 即便如此 我还是想等到夏天再度来临 现在 哪怕一丝一缕也好 且让我抓住一些推理爱好会 曾经的气息 塞在裤子后袋里的手机振动起来 将我拉回了现实 拿出来一看 屏幕上显示着笔刘子同学的名字 他平时只给我发信息 这是怎么了 叶村君 是我 听筒里传来嘈杂的声音 像是电子音乐衬托的 明快宣传声 也许是游戏机市 或许是卡拉OK包间 跟那些热闹的声响相比 比刘子同学的语气 显得格外严肃 突然联系你 真不好意思 我想请你马上出来 啊 出什么事了 我正在跟人 谈论班牧机构的事情 突如其来的话 让我的心跳猛然加速 既然关系到那个组织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我给你发定位 你快过来吧 当然 我不会强迫你的 听到最后那句话 我突然有些生气 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挂了电话 等到定位信息后 我拔腿就跑 那个定位地点 跟我回家的方向相反 是两站外的卡拉OK包房 刚才听见的噪声 果然是卡拉OK 这地方不是咖啡厅或餐厅 而是隔音的包间 我顿时提高了警惕 班牧机构 是岗山资产家 班牧熔龙战后成立的组织 这个组织对外的名目 是药品研究 真正的目的 好像是进行各种 不顾伦理与道德的研究 并且 对人们吃为超自然的领域 也十分投入 这个机构的存在 属于机密事项 一般人很难有机会了解到 事实上 我们这半年来被卷入的两个案子 都与班牧机构的研究有关 而且 两者都没有得到公开报道 据我所知 能够知晓并谈论班牧机构的人 只有经常跟比刘子同学合作的侦探 Kido 可是 如果这次的谈话对象是Kido 比刘子同学应该不会像刚才那样说话 他似乎支回了电源 我抱上房间号码后 马上被带到了二楼 那是个角落的大包间 我刚停在玻璃门外 就有人从里面打开了门 一个黑发的美女 探出头来 是比刘子同学 谢谢你赶过来 快进来吧 比刘子同学穿着正装风格的白衬衫和黑裙子 套着一件柔软的米白色针织衫 跟整齐叠好的大衣 一块系在沙发座的角落里 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桌子另一头坐着两个男人 右边的人看起来四十岁上下 左边的人则年轻一些 可能三十出头